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在这一段我们要来关心台湾的 近代的疫情 在今天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最新数字 数字还是非常的高 在今天的COVID-19当中的确定病例 在本土的病例还是高达破400人到431人 境外移入当中也有144人 这当中越南还是很多 还是占的最高的比例 我们看一下各县市当中 其实每一个县市包括台东也都有了 所有的县市全部都已经有新的确诊案例了 那么当中最高的当然还是新北市 多达143人这么多 那么现在在所有包括 无症状轻重重症的部分的比例当中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无症状或轻症人数真的很多 也就是现在虽然病例很多 都是没有症状的 我们看在接连那么多天的这个状态里头 从4月1号开始 其实每天的都是一直逐步的增加 到现在这个400多例的每天的数字 都非常的高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会像陈仁中部长 所提到当中会来到最高峰呢 目前还不知道连续10天已经破百了 当然在这里头我们不禁看两个一个指标 一个是最近在网路 年轻人尤其讨论很多网路是 有关于这个印度预言神童阿南德 他先研究预言说 三四月当中会有系统性的大灾难 当中也确实点名了台湾会有 这里头几个关键日期 3月16 4月4号 4月16号 确实在这个4月份这几天 台湾已经带比较高的 这种感染的数字的高峰 慢慢更高 那么这里头要同时注意 这个高峰影响到最近如果你是 投资个股市的部分都会发觉 目前现在来讲已经台湾的部分的 股市的部分表现也是连续10天 破百利的这个状况之下 台股最近包括外资 包括国内自己的投信 直指包括我们的部分的 政府的部分的基金 其实也有投入 但是还是止不住这样子的 一个卖超的部分的跌势 目前究竟有没有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对于台湾的经济影响 使得外资基本上看坏整个台湾的这个趋势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卖超的部分的压力 我们这次同时要看在中国大陆 都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有许多的城市 包括指标性的上海 现在都是在封城跟清零的环境之下 对于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已经知道 封城的代价是什么 每天是450亿台币 这么样子的一个部分的经济损失 每天一天一天这样下去 10天就4000多亿了 现在专家预估有可能光只是从上海 包括各个城市 封城都可能会拖垮全中国的部分经济 而这个经济的损失 恐怕中国大陆学者认为 比2020年当时疫情最初的时候 全中国的紧张 全中国的部分的封城防疫控制的损失 都还要来得高 影响所及对于全世界的经济都有所影响 现在在整个国际上的媒体预估 因为中国大陆的清零跟封城的政策 使得很多的这种包括制造业 供应链的影响对于全世界都已经出现了 因为有40%在中国的德国企业都遭遇困难 那么包括对于欧洲的出口 三分之一影响或中断了 这当中有86%的在中国的美国制造商的供应链 也都受过影响了 连中国大陆自己淘宝什么之类的 或许都受到了影响 台湾的疫情也还是紧绷 但是看到对于台湾的经济 恐怕是不是两个 也都会同样像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上海跟全世界的经济影响 台湾现在包括股市都看到了 我觉得台湾股市卖超大 不是因为台湾的疫情 因为台湾疫情坦白说 这个相对于全世界还算低的 主要是通膨 还有美国升息 还有比如说中国大陆最近疫情的爆发 这些因素影响比较大 因为我们都是出口 我们股市坦白说也是在高点 所以很多人就看到美国升息 所以有一些资金就回流到美国去了 因为美元指数最近破百 所以美元是明显在升值 所以很多钱确实都回流到美国去了 也包括欧洲外逃的资金 然后通膨你当然就会 预期到未来订单会减少 没错 因为你有很多 你有很多可支配所得 都花到那种日常生活去了 现在台积电的刘德伊也都市井了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从680几 然后一路掉到570 对不对 然后现在外资也有气无力 每天小涨也站不上去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订单 明显全世界性的减少 中国大陆的疫情感觉有不确定性 所以它的供应链阻塞一定会持续 而且影响到全世界 因为它是世界工厂 对 没错 你要出货就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是这些方面 台湾的疫情 现在看起来是缓步走高 对 这个恐怕距离高点还相当远 是 韦翰怎么看现在台湾的疫情 是不是会像阿南德预言当中 还是会持续的恶化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不是不信阿南德 但是大家也不要这么的对号入座 老婆我们拍这个往左靠一点 你就看得出来 他预言不哪一天吗 4月4号不是 对 4月4号是133确诊 比起前一天跟后一天 它反而是最低的 怎么样 4月4 4月4号是133 4月3号183 4月5号216 不管是130 180或200 或者是2000 甚至2万 那都不叫致灾 网路上我都有看到说 4月4号会感染 感染 但是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 不是说云淡风轻 而是说 第一个 不管是Omicron 或是说现在 病疫病 只有X1 或者是BA2 它都在 已经越来越多 第一个就是 它的传染力 已经可以突破 你打两剂三剂 但是它的致死率 大大降低了 那我们以往过去 在2020年的 就是COVID-19出现之前 我们人类史上 或者说这几 这50年来 有流感在冬天出现 或者是所谓的 那么更重要的 这些疾病的时候 你有因为这样子 要封控吗 是 没有 那你今天 发生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 我就说用香港跟韩国 去对比就知道了 是 香港跟韩国 你要进广告 你先说话讲东西 香港的一天7万人 韩国一天 60几万人 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韩国的比例 我讲过好多次了 大家不要吓一跳 我不是说台湾会那么多 而是即使台湾那么多 也不过跟韩国一样而已 30万 一天3万 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闻大白话 对不对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稍微你觉得现在疫情这么高 你感觉你周边的人们 有紧张吗 还是其实大家还好 其实这次好 感觉是相对还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看像比如我 这种50多岁老者 对不对 都已经打了三剂了 也就是原先的两剂BNT 再加上一剂莫德纳的加强剂之后 我现在打了三剂 当然这一次的确 你这个欧布孔的BA1 BA2 它的确会产生突破线感染 但是至少就是说 你打了疫苗以后 至少目前看起来 所有的科学数据都告诉你 基本上你大概不会得重症 对 不会重症 对 在这个情况下 只要不会重症 人不会说谈 而且当然你说 你如果真的要是很不小心 很倒霉你中了 可能会拖累周边一大堆人 可能要跟你因为 你要去隔离或怎样等等 但是整体来说 因为这次没有重症的